上集咱们说到 由于这个王振的愚蠢行为 导致了明军20万将士 在土木堡被野仙坑杀 50余名大臣呢 也死于了蒙古人的马刀之下 但这场战争中呢 还发生了一件呢 更让人接受不了的事 但是呢 在说这件事之前呀 咱们说点这个喜事吧 让您各位呢 也缓一缓心情啊 当这个野仙部队冲过来的时候啊 作为护卫将军的樊忠 在乱军中呢 尽力拼杀 然而呢 却收效甚微 樊忠明白啊 所有的一切都结束了 自己呢 也将死于此地 樊忠自然是不甘心的呀 二十万大军就此溃灭 只因为一个人的错误指挥 樊忠心想啊 可惜那个人没有死在我的手里啊 似乎是老天爷可能听见樊忠的心愿了 打算呢 最后满足他一下 不久之后 他居然在乱军中找到了这个人 当然找这个人呢 也不难 特征啊 很明显 这人啊 没有胡须 他是个太监 正是王振 于是樊忠呢 跑过去 扯住了惊慌失措的王振 用手中的铁锤砸烂了王振的脑袋 一边砸死一边四声大喊呢 为了天下蹭声 我今天就砸死你这个狗贼 翻中杀得好啊 杀得痛快 可惜了 太晚了 早杀几年就好喽 在怀来城内的守将啊 亲眼看见了这一幕惨剧 但他呢 也没有办法呀 只能派人是快马加鞭回去报信 一天之后 京城的人们知道了这个消息 顿时觉得呀 天塌了 二十万大军毁于一旦 无数文官武将战死 最为精锐的三大营 是全军覆没 京城已经是不堪一击了 后宫的太后啊 和皇后哭成了一团啊 大臣们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急得跺脚 却又没有办法 千头万绪 从何做起呀 将还是老的了 此时 吏部尚书王直 站了出来 他明确的指出了问题的要害 也是当前必须必须先解决的首要矛盾 皇帝是生是死 这可不是差点把皇上给忘了 您要知道这确实是当前呀最为重要的问题 兵没了可以再招啊 大臣死了可以再考 其实皇帝死了呢 倒也没什么 再立一个就是了 但问题在于您得先确定 朱启镇呀 是不是真死了 万一把他当成死人 注销了户口和皇集 另外立了皇帝 哎 过两天朱启镇自己 屁颠屁颠的回来了 哎 你还要不要脑袋了 社稷为重 君为清 和国家比起来呀 一个朱启镇 确实不算啥 但问题在于啊 有个准确的消息 死了开追导会 活着 大家再想办法 太后和皇后 当然希望朱启镇还活着呀 但大臣们 可就不一定了 从后来的事情发展看 大臣们的意见应该是啊 皇帝死了 比活着好 反正朱启镇 这一次把老祖宗的面子 都丢光了 还不如直接死了 好重新立一个能干的皇帝 你好我好 大家好啊 有的时候 皇帝的命也是不值钱的 虽然很残酷 但这是事实 当初朱启镇为了建文帝 朱启镇的消息 足足等了21年 但朱启镇的大臣们是幸运的 他们呀 只等了一天 正当大臣们盘算着皇帝 到底是死是活这个时候 有人前来通报 一个叫梁贵的锦衣卫 有要事禀报 也正是这个之前随大军出征 后来又在蒙古人刀下捡回一命的梁贵 给大家带来了确定的答案 皇帝陛下还活着 朱启镇确实还活着 在大军崩溃的时候 他的侍卫啊 不是战死 就是早已不见踪影 人人呢 都只顾得上自己逃跑 野仙的士兵的喊杀声 与被砍士兵的惨叫声啊 汇成一片 小小的土木堡 一下就变成了人间地狱 朱启镇虽然没有识人之名 却到底不是个窝囊费啊 他失去了二十万大军 失去了大臣和侍卫 也失去了随身的所有财产 却保留了一样东西 大明皇帝的尊严 在这情况万分紧急的时刻 朱启镇没有像其他人一样 四散奔逃 而是安静地坐了下来 等待着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 此刻陪伴着朱启镇的 是一个叫喜宁的太监 不过这个喜宁可不是好人啊 咱们后边呢 会详细说到 这里先说朱启镇 一个瓦剑士兵啊 发现了盘旗而坐的朱启镇 便上前呢 用刀啊 威逼他 要他脱下身上穿着的贵重衣物 您看看瓦剑人还是喜欢布料 出乎这位士兵的意料是呢 这个坐着的人呢 根本就不理他 看都不看他一眼 这个瓦剑士兵万万想不到啊 已是一盘散沙 只顾逃命的明军中 居然还有着这样一个 沉着镇定的人 自己手持利刃 张牙舞爪 这个人呢 手无寸铁 却镇定自若 他顿时啊 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 于是他举起了手中的刀 决定啊 杀了这个人 如果这一刀砍了下去 道士呢 省了事了 但就在此时啊 这位士兵的哥哥赶到了 士兵的哥哥呢 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 他看到朱启镇 有如此的气度 便阻止了自家弟弟 说道啊 嗯 这个人举止特别 不是一般的人 兄弟俩随即啊 请朱启镇 去见野仙的弟弟 赛坎王 赛坎王是瓦剌的高级人物啊 世面呢 也算见得多了 但这位被俘的大明天子 还是让他吃了一惊 朱启镇 见到赛坎王后呢 也没有和他说呀 客套话 居然先给他出了一道 三选一的选择题 你是野仙 还是野仙的弟弟 薄言帖末尔 或者是野仙的另一个弟弟 赛坎王 赛坎王大惊失色呀 俘虏见得多了 但像朱启镇这样的 他还真没见过 面前这个人派头不是一般的大呀 胆量也确实过人 赛坎王拿不定主意了 只好跑去找他的领导野仙 野仙得知此事后呢 大为震惊 他认为啊 这个人很有可能 就是大明的皇帝 于是便让两个 见过朱启镇的部下呀 去看 并最后证实了他的猜想 一场争论就此展开 七十多年前 蒙古贵族们被赶出了中原 数十万大军 被徐达长与春兰玉等人 打的是落花流水 才流落到了茫茫草原大墓 野仙虽然不是黄金家族的人 但他已经拥立了黄金家族的 脱脱不化为大汗 继承了皇室正统 更重要的是啊 野仙也是个蒙古人 虽无家恨 却有 国仇啊 野仙首先发言 他掩饰不住自己的喜悦呀 对众人说道 我以前不断的 我以前不断的向上天祷告 希望大元啊 有朝一日能一统天下 现在果然应验了 明君被我打败了 天子也落到了我的手上 此时啊 一个名叫奶公的人说道 上天把仇家赐给我们 干脆杀掉他吧 这个我们查了很多的史料啊 也不知道这个奶公啊 到底是个什么身份 估计是个无名小租 他说这句话呢 可能啊 就是想凑个热闹 拍个马屁而已 可是这马屁拍的呀 实在不是地方啊 要知道 高级贵族谈话 哪有小人物说话的份儿啊 就如同电视剧里边啊 黑社会谈判 这个大哥还没开口呢 小弟先跳出来了 一般这种情况之下 小弟啊 都不会有好下场 哎 无一例外 听到这句话呢 另一个重量级的人物 朱启镇 选择题中的第二选择 薄言帖末尔开口了 他跳出来啊 对野仙愤怒的说道 这个人什么东西 哪里有他说话的份儿 然后薄言帖末尔用一个字儿 打发了这位奶公 滚 处理完小弟后 薄言帖末尔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的话呢 很长 大致的意思是啊 打仗这么乱 大明皇帝啊 居然没有死 说明上天啊 还没有抛弃他 而且大明皇帝 对我们一直啊 都还不错 如果野仙大人主动 把皇帝送回去呢 能得个好名声 岂不是更好 众人纷纷点头 野仙呀 也同意薄言帖末尔的看法 并把朱启镇 交给他来看管 虽然史料是这么记载的 但是我们认为呢 这其中啊 有一大半啊 都是胡扯 薄言帖末尔和某些蒙古贵族呢 不愿意杀朱启镇 自然呀 是历史的真相 但如此描述呢 就有点问题了 在这场的争论中呢 看不到什么凶狠和野心 满篇呢 都是仁义道德 很明显夹杂着后代史观的 人生理念和思想 您要知道啊 当时蒙古人的传统是 走到哪儿 杀到哪儿 从来不留活口 当初蒙古帝国 在征服欧洲 打败了巴格达后呢 直接将人家的最高领导人 给活活饿死了 凭什么现在要对朱启镇 手下留情 总不能是因为朱启镇 长得帅吧 而且野先的虽然呀 文化水平不高 但全部手段还是懂一些的 他既然与大明开战 就说明了双方之间呀 没有什么情分可谈 他又不是那个读四书五经长大的 所谓的好名声 野先又怎么会在乎呢 在我看来呀 事实应该是这样的 野先问 现在怎么处理朱启镇呢 伯言贴木尔答 杀掉他可能没什么好处吧 不如留着他 野先问 留着他干什么呀 伯言贴木尔答 你可太笨了 皇帝在手里 那还怕没好处吗 可以带着他去要赎金呢 还可以带着他去命令 边关的守军开城门 如此 天下可不就是我们的了吗 于是呢 众人纷纷点头 野先也同意了伯言贴木尔的看法 并把朱启镇交给了伯言铁木尔看管 事实证明啊 这一推错并不是没有依据的 在后来的数年中 野先玩的也就是这几招 从此 朱启镇就成了野先手里的人质 这堂堂以国至今 沦落为俘虏 要是心里素质差一点 恐怕就以死明智了 但朱启镇却并不寻死 也并不反抗 相反呢 他笼络住了不少野先的部下 最终创造出了一个惊人的奇迹 是什么奇迹呢 下一集咱们接着聊 上集咱们说到 明英宗朱启镇 在土木堡之战中呢 被瓦剌俘了 且由野先部队的二把手 波炎铁木尔负责看管 但估计这位二当家做梦 也没想到啊 看似手无伏击之力的朱启镇 是个有特殊才能的人 朱启镇的才能 就是他的人缘 在我们身边啊 经常会出现一些人 就是让我们呢 一见如故 感觉温暖 如暮春风 这种气质啊 往往是天生的 我们都愿意和这样的人交往 而朱启镇正是一个这样的人 用现在最流行的话来说 朱启镇是有社交牛逼症的 年仅23岁的朱启镇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宽厚的人 他虽然身为皇帝 对身边的下人呢 却很好 对大臣们啊 也是礼遇有加 用君子谦谦 温润如玉来形容呢 并不过分 正是因为朱启镇的这种特质 使得他呢 最终创造了一个奇迹 在被敌人俘虏的窘境中 在时刻面临死亡威胁的阴影下 在异国他乡的茫茫大漠里 朱启镇始终保持着镇定自若的态度 即使对自己的敌人呢 也是有礼有节 时间一长呢 连看管他的蒙古士兵和军官 都心甘情愿为他效力 其中甚至还包括二当家 伯延铁木尔 而朱启镇的这种能力作用呢 还不仅限于此 甚至啊 在他回国后 被他的弟弟朱启玉关押起来的时候 奉命看守他的大臣 也被他感化 心甘情愿的任他驱使 为他出力 在心理学中 有一个病症啊 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这个名称呢 源于一起啊 抢劫案 案件中的被劫人质 一反常态 居然主动掩护劫匪逃走 阻拦警察 这让很多人呢 不解 这个现象是可以用心理学来解释的 人质在强大的压力和威胁下 会倾向于服从控制自己的一方 这也正是人质啊 会服从配合绑匪的原因 著名的战争影片 贵河桥中 描述的就是一群被日军俘虏后 积极配合日军的军事行动 换上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人 可这朱启镇先生 却开创了历史啊 他创造了土木堡 郑后群 在他的这种能力影响下 绑匪呢 竟然会主动站在人质这一边 此后 薄言铁木儿 不但数次要求啊 释放朱启镇 还主动为其争取皇位 每每看到这个记载啊 哎呀 都让我有点目瞪口呆了 这真是一种可怕的能力啊 不过 朱启镇的亲和力 也不是无往不胜的 至少对那位叫喜宁的太监 就没有什么用了 在朱启镇被带走后 喜宁呢 迫不及待的抛弃了他的主人 投降了野仙 现在看来啊 当初喜宁守在朱启镇的身边 确实另有企图 更为可恶的是呢 喜宁啊 还不断的为野仙啊 出谋划策 并告知兵官的防守情况 为蒙古军队带队 活脱脱 就是一副汉奸的嘴脸 这也正是这个喜宁啊 主动向野仙提出 现在京城空虚 可以立刻进攻 必可夺得中原 估计这位太监 与大明有仇 或者本来呢 就是卧底 除此之外 实在无法理解 他的行为动机 野仙雄心勃勃 在他看来啊 有了喜宁出谋划策 一统天下的梦想 很快就能实现咯 由于喜宁的背叛 朱启镇身边呢 没有人照顾 于是野仙呀 为大明天子 另外挑选了一个仆人 这个人叫袁斌 也是在大战中啊 被俘虏的 野仙不会想到啊 他的这个随意的决定 却给朱启镇 极大的帮助 在后来的岁月里 袁斌用他的忠诚 陪伴着朱启镇 并最终等到了 自由的那一天 而此刻 以心腹自居 得意洋洋的喜宁 显然也没有料到 在不久的将来 他将会死在 这个袁斌的手里 言归正传啊 在做好了一切准备后呢 绑匪也开始实行绑架的最后一个步骤 通知 人质家属 这个呢 是一件十分紧急的事情 当年啊 没有电话 就必须呢 找人去报信 而且这一次绑架呢 比较特殊 报信的人呢 必须加快速度 如果晚来的话 可能会出现撕票的情况 所以啊 也先啊 释放了一个叫梁贵的俘虏 让他呢 赶紧回去报信 务必在对方撕票之前 把消息啊 传到 这也算是举世其文了 绑匪竟然怕人质的家属 撕票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 俗话说 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两条腿的皇帝 还是很容易立的呀 大明王朝的子孙 繁衍速度是很快的 排队拿着号码排 等皇位的人 足以从东之门排到西之门 如果不赶紧的 万一明朝立了新皇帝 那野仙手上的朱启镇 可就不值钱咯 于是 大明王朝的精英们 就此得知 他们的好皇帝还活着 这就麻烦了 大部分人都觉得 朱启镇死了最好 死了可以重新立一个 失踪了也不错 起码呢 可以先立一个皇帝 等到一切的都走上了正轨 即使朱启镇最后沿途乞讨回来 也改变不了局势了 可是现在的情形 却恰恰是最差的一种 人不但活着 还做了绑匪的人质 明目张胆的找你要赎金 钱不是问题啊 要钱给你就是了 问题是即使给了钱 人也不一定能回得来啊 如果野仙尝到了甜头 他可能每年过年都会来要一次 就全当是压岁钱 然后拿了钱还不放人 你要是敢不给 就是不顾皇帝的死活 舆论压力也是顶不住啊 然而这还不是最麻烦的 更大的问题在后头啊 由于王振一味的想靠人数啊 压倒野仙 所以他出征的时候呢 带走了京城三大营的全部兵力 和北方明军的精锐 此时的北京城中 所剩兵力不到十万 还都是老弱病残 而且士气低落 也先击溃了明军主力 必然会借助余威攻击北京城 照眼前的这个情况来看 明朝凭借着这点兵力 是很难抵挡住野仙的攻击啊 而且野仙攻击的时候 必然会带着他的人质朱启镇 作用很简单 当肉盾呢 其实朱启镇的真正作用 不在于他是皇帝 而在于所有守军都知道 他是皇帝 不知道呢 也就算了 问题是 大家都知道野仙手中 这个人是皇帝 而且也很清楚这一点 只要他把大明皇帝 放在队伍里 明军呢 投鼠即弃 自然是不敢真打呀 万一有哪个不长眼的 在乱军中 把皇帝打死了 那可是灭族的罪过啊 守也守不住 打也不能打 那该怎么办呢 在我们看来呀 好像没有什么好办法了 大明王朝即将陷入绝境 大臣们在思考着对策 他们毕竟经验多 阅历丰富 即使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 他们也能冷静下来 商量解决问题的方法 但后宫就不同了 朱启镇被俘虏的消息 如同晴天霹雳 一下子 镇晕了前皇后 在前皇后这个女人看来呀 自己的丈夫 当然是最重要的 于是他立刻派人 把后宫的所有金银珠宝 送到了野仙的军营里 希望能够赎回丈夫 朱启镇被赎回来了吗 当然没有啊 野仙好不容易抓住了这个西式珍宝 还指望着慢慢的收地租 吃利息 怎么能把人送回来呢 于是野仙耍了流氓 钱收了人不放 表示这些还不够 要宫里接着给 后宫哪里还有钱呢 钱皇后虽然姓钱 她也变不出钱来呀 于是只能每天是哭天抢地 以泪洗面 所以说没经验就是没经验呀 后宫干了蠢事 大臣们也无计可施 因为他们已经自顾不暇了 眼看着蒙古军队就要攻入北京 万事无头绪 人心慌慌 贪生怕死倒是占了多数 很多人呢 主张啊 难迁 这倒也怪不得这些大臣 怕死啊 是人的本性 不过这些怕死一族 最担心的是 倒不单单是自己的性命 还有他们的前途 他们主张难迁 其实呢 是有着私心的 在他们看来呀 北京可能是保不住了 朝廷如果不迁都 很有可能玉石俱焚 而如果难迁 即使半壁江山都丢了 但他们还是可以接着当官啊 至于国家设计 以后再说呗 这种情绪一直围绕着文武百官呀 很多人也已经准备好了包袱 南迁令一下是马上就走 但他们不管怎么打算 如果没有皇帝的命令 还是走不成 于是呢 怕死一族做好的准备 要在第二天的朝会上呢 提出建议 一定要让皇帝啊 同意南迁 但这些逃跑派中呢 有一个人叫做徐成 此时的徐成正跃跃欲试啊 他将在第二天提出自己南迁的建议 而且呢 他很有自信 觉得自己的建议啊 一定能够得到皇帝的认可 因为他有充分的理论依据 第二天到来了 正统十四年八月十八日 大明王朝的国运将在这一天被决定 早上朝会正式开始 由暂代皇帝执政的朱启玉主持 这是大明王朝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次朝会 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处理眼前的诸多问题啊 而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 逃还是战 逃就会丢掉半壁江山 战则可能欲时俱分 朱启玉出掌大权 十分紧张啊 他迫切着等待着群臣提出建议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却大出他的意料 那么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 怕死一族的南迁计划 会不会顺利进行呢 下一集咱们接着聊 上一集咱们说到 明朝被野先灭掉了二十万精锐大军后呢 军队里只剩下十来万老弱病残 根本无力守卫京城 在这种情况下呢 逃跑派的文武百官啊 打算在早朝上提出南迁的建议 这些文武百官上朝之后啊 竟然什么也不说 只是呢 嚎啕大哭 整个朝廷啊 很快就哭成了一片呢 搞得这个出掌大权的朱启玉 手足无措 呆若木鸡呀 其实呢 这也很容易理解 这些大臣呢 都有同事亲属 在这次战乱中啊 死去 而且好好的一个国家 搞到如此地步 实在也是让人心寒呢 多日的痛苦呢 终于在朝会上得以发泄 算是哭了个痛快啊 于是 这场关键的朝会 以痛哭 拉开了许木 哭了一阵之后 大臣们渐渐地恢复了理智 毕竟伤心总是难免的 活着的人呢 还要应付眼前的难题 目前最关键的就是讨论 朝廷是走还是流的问题 徐成 首先 发言 大声的说道啊 我夜观天象 发现如今天命已去 只有南迁 才可以避过此难 这似乎是算命先生的说法呀 在座的人呢 都是饱读师叔之辈 也不是三岁小孩 徐成怎么会愚蠢地把所谓的天象 当成理论依据呢 他的这套理论又能说服谁呢 这不是自取其辱吗 更奇怪的是 徐成本人却得意洋洋 认定大家都会相信他 他到底凭什么如此自信呢 这其中啊 还是有原因的 要解释这个原因 我得先给您说说徐成这个人 徐成江苏无县人 也就是今天的苏州啊 姚广孝的同乡 于宣德八年考中晋士 正统十二年任释奖学士 大家知道啊 这所谓的释奖学士是汉林官 非博学之人不能圣人 而汉林院里啊 往往书呆子特别多 每天呀 只知道不停的读圣人之言 四书五经 可是这位徐成呢 却是个工作休闲两不误 除了经学理学外 他还有自己的个人爱好 阴阳数数之学 前面呢 我们也提到过 所谓阴阳数数之学 范围很广啊 包括这个天文啊 地理 兵法 算命 等等 可以说呀 这门学问呢 如果钻研透了 倒也确实能出人才 著名的阴谋家姚广孝 就是研究这个的呀 不过徐成和姚广孝啊 有所不同 姚广孝 姚先生呢 研究的主要是前三项 也就是天文 地理和兵法 徐成却偏偏挑了第四项 算命 算命这玩意儿 可谓是历史悠久啊 渊远流长 具体呢 准不准 我们这个不好说 但只要人类啊 对未知的恐惧仍旧存在 它就会不断的延续下去 徐成就是一个有志于研究算命的人 他经常主动啊 给人家算 虽说这个不收钱 只是凭兴趣呢 义务劳动 不过这徐成啊 经常算不准 所以人们呢 也不大信他 似乎上天啊 要挽救 徐成的算命名声 在不久之后 这位失败的算命 业余爱好者 却对当时的一件重要事情 做出了准确的判断 这件事情就是土木堡之败 在明英宗朱启镇亲征前 徐成呢 夜观天象是大惊失所呀 跑回家 对他的老婆说 我观天象策战 必败 到时等瓦剌军攻过来就来不及了 你呀 赶紧回老家躲躲吧 可是徐先生的算命水平 连他老婆都不相信呢 对他的这一忠告呢 人们呀 只是笑笑而已 所以 当土木堡之败的消息传来后呢 徐成除了对自己将来命运的担忧之外呀 还有几分高兴 他心里抱负性的想 叫你们之前都不相信我 现在信了吧 这件事最终也挽救了徐成的算命威望 所以此刻在朝堂之上 他才能如此有底气的说出那一番话来 就在徐成洋洋得意的时候 一声怒吼 至人群中 响起 建议南迁之人 该杀 这说话的人是兵部侍郎 于谦 我们前面已经提过这个名字呀 好几次了 还没有正式呢 向大家介绍过这位于谦 现在呢 详细给您说说不 红武 三十一年 明帝国送走了他的缔造者 朱元璋 这对于帝国而言 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但也就在同一年 浙江前唐县的一个普通家庭中 诞生了一个帝国未来的拯救者 于谦 由于家庭环境不错呀 于谦有着自己的书斋 他就在这里呢 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光 与当时的所有读书人一样 于谦也是从四书五经开始自己的求学生涯 说老实话 像四书五经这种东西呢 很容易培养出啊书呆子 但于谦呢 似乎是个例外 他十分上进呢 读书用功刻苦 却从不拘泥于书本上的东西 除了学习考试内容呢 他还喜欢阅读啊 课外书籍 比如兵法之类的 历史告诉我们 喜欢看课外书的孩子 将来一般呀 都是有出息的 就如同现在的追星族一样 于谦也有偶像 他把这位偶像的画像挂在了自己的书斋里 日夜模板 有一次 教书先生发现了于谦经常看那幅画像 便好奇的问他 为什么这样做 于谦文言 立刻正色达到 将来我要做像他那样的人 而画像上的人物正是文天祥 除此之外 于谦还在书斋中写下了两句话 作为对文天祥的赞词 殉国望身 舍生取义 宁正而避 不苟而全 这正是少年于谦对文天祥 舍生取义 宁死不屈的高尚情操的赞扬 也是他对自己未来一生 行为举止的承诺 三十余年后 于谦用生命实现了自己的承诺 永乐十九年 于谦已经相识中举 即将赴京港考 二十三岁的他将从此告别他的家乡 前往风云际会 气象万千的北京 在京城的这次会试中 于谦顺利的考中了晋士 并最终被任命为御使 在之后宣德元年朱高旭叛乱中 于谦以其洪亮的声音 严厉的词句 深厚的骂工 狠狠地教训了这位极其失败的藩王 并给明宣宗朱瞻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此于谦走上了青云之路 宣德五年 明宣宗任命于谦为兵部幼侍郎 并派他巡抚山西河南等地 这一年于谦只有三十二岁 却已经位居正三品 实在是让人佩服啊 当然于谦的坦荡仕途 和朝中有人赏识他是分不开的 而着力栽培并重用他的正是三阳 像杨世奇 杨荣 这种久经浩海的人自然是识货的呀 于谦这样的人才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事实上 当时确实有人对于谦升迁的如此之快 表示不满呀 而杨世奇却笑着说 此人是个百年难遇的奇才 将来必成栋梁 我升迁他是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呀 于谦就此离开了京城 开始了他的地方官生涯 不过估计于谦自己也没料到啊 这一去就是十九年 在这十九年中 于谦兢兢业业的巡抚山西河南一带 他没有辜负杨世奇的信任 在任期间 于谦的威望很高啊 老百姓你十分的尊重他 更为难得的是 他除了有能力外 还十分清廉 正统年间 王震呢 已经掌权了 他这个人属于啊 验过拔毛 爱捞点好处型的 地方官进京报告情况呢 多多少少啊 都得给他带点孝敬的东西 即使呢是日常用品 王震呀 也来者不拒 让人是哭笑不得呀 可是于谦呢 却大不相同 他是巡抚 权力很大 能够做到不贪一真一谢 不但自己不贪 也不让别人贪 一个贪 一个不贪 于谦和王震之间的矛盾 就此产生了 正统六年 王震呢 找了个借口 把于谦呀 关了起来 结果呢 之前我们已经说过了 王震完全没有估计到于谦的 人望如此之高啊 如果要杀掉于谦呢 后果呀 可能会极其的严重 于是王震退让了 只得放出于谦呢 在牢里也不忘大骂王震的于谦 出狱后啊 仍然坚持了他的原则 清连如故 曾有人劝于谦呀 多少送点东西做做人情 对于这样的劝解呢 于谦做了一首诗来回答 意思是说呀 这个 捐帕献香这些东西呢 本来是供给人民用的 可是因为贪官污吏的搜刮呢 这些东西反而给人民啊 带来了灾难 所以呢 我什么也不带 只带两袖清风啊 去朝见天子 以免除百姓的不满 正统十三年 于谦被招入京城 任兵部侍郎 他的顶头上司正是旷野 旷野呀 是一个十分正派的人 与于谦呢 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两个人合作无间 感情深厚 如果这么干下去 估计于谦呀 会熬到旷野退休 并接替他的位置 当一个正二品的大官 死后 混一个从一品 太子太师的荣誉称号 对于于谦和旷野而言 这样的生活似乎啊 也不错 可是历史呢 不能假设 旷野不会退休 于谦也不会这么平淡的活下去 惊天动地的正统十四年 终究还是来到了 之后便是我们已经熟悉的内容 贸易纠纷 边界吃了败仗 太监的梦想 愚蠢的决策 胡乱行军 最后一起 完蛋了事 于谦眼睁睁地 看着这一切发生啊 但他呢 却无能为力 旷野是一个好上司 好领导 他给了于谦很多帮助 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 那个牺牲在远征途中的命运 可能本来应该属于于谦 于谦知道 他是应该做点什么的时候了 那么于谦是怎么做的 他是如何阻止大臣们南谦的呢 下一集咱们接着聊 上一集咱们说到 皇帝朱启镇被俘后 朝廷上下呢 是一片的慌乱啊 徐成主张南谦 然而却被于谦呢 喝止住 无论是在过往的真实历史中 还是在人们呢 编造的故事里 当国家出现危难之时 总有一些人挺身而出 为国效力 这样的人 我们称之为英雄 可能您会觉得呀 英雄就是那些敢做敢为 不畏生死的人 但在我们看来呢 英雄要做到 又何止是不畏生死这么简单呀 他还需要做到以下三点 一 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 敢承担别人不敢承担的责任 二 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 扭转事态的走向 三 对任何事物都怀有一颗敬畏之心 英雄敢于牺牲 不是因为不怕死 而是因为敬畏生命 符合这些特点的英雄 就是于谦 于谦是一个很强势的人呢 但这一次不同 作为代理兵部事务的侍郎 于谦要面对的是瓦剌的大军 和城内低迷的士气 于谦自己的生死可以置之度外 但如果国家的重担已经压在了他的身上 他必须谨慎处理 一旦出现失误 后果将不堪设想 于谦十分清楚 逃就会丢掉半壁江山 所以不能逃 那么战呢 说说豪言壮语自然容易啊 但瓦剌可不会因为你放几句狠话就撤退 万一要是指挥失误 大明王朝有可能毁于一旦呢 是战是逃 这是个问题 于谦就算再无畏 他也只是一个人呢 他可以不怕死亡 但是要让他身负整个大明王朝 一不踏错就会导致明朝灭亡 从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一臭万年 面对这样的责任 他不可能不怕呀 但于谦之所以能够名流青石 永垂不朽 就是因为他战胜了畏惧 主动承担起了这个责任 于谦并非天生就是硬汉 从幼年的志向到青年的科举 再经过十余年的外放生涯 直到被召回京城担任兵部侍郎 于谦并非一帆风水 他曾平步青云 也曾被人排挤 身陷牢狱 几乎性命不薄 但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 这一切都是一直在磨练着的 也正是在这一天天的磨练中 于谦逐渐变得坚毅 逐渐变得强大 于谦知道 自己应该站出来挽救危局了 可是皇帝已经深陷敌营 成为了人质 也先的精锐士兵正虎视眈眈 城中百姓是惊慌失措 明军士气低落 不堪一击 还有类似徐城这样 只顾着自己的逃跑派 在一旁煽风点火 这一切一切都在提醒着于谦 这是一团乱麻 一盘死棋 主战似乎没有胜利的希望 主逃 那明朝就是下一个难送 已然无力回天了 这个危局 于谦扛不了 也不能扛 他于谦不过是一名小小的兵部侍郎 又怎能扛得住国家兴亡呢 可于谦最终还是迈出了这一步 他对着朝堂上提出南迁的徐城训斥道 建议南迁之人该杀 训斥完之后呢 于谦接着说 京城是天下的根本 如果就此迁都 大事必然不可挽回 难道诸位忘了宋朝南渡的事情了吗 于谦的这一番怒吼 震醒了那些犹豫不决的人呢 朝中第一号人物 吏部尚书王直 站了出来公开支持于谦 而明代历史上 另一个连仲三元 后来是县宗仲臣的商洛 也站了出来 站在于谦这一边 在这些人的影响下 主战派终于打动了 朱启玉 并坚定了他抵抗 到底的决心 由于于谦已经代理了兵部尚书 且又是主战派的代表人物 所以呢 朱启玉啊 便把防守北京的重任 交给了于谦 这是天下最高的荣誉啊 也是天下最重的担子 于谦一生的不朽传奇 从这一刻正式拉开虚目 到了8月19日 于谦召开了他的第一次军事会议啊 笔西说明的是 于谦虽然是个与军事打交道的主官 之前呢 却从未指挥过军队 算是个书生上阵 话虽如此呢 书生上阵未必就不行啊 各位还记得之前咱们说过的铁炫吗 他也是个以文人之躯 坚守济南 最终让造反的朱棣狼狈而归啊 南宋的于允文 也是以文官的身份组织战争 并最终在马鞍市采石镇 击败了金完颜量数十万大军的 于谦虽然是文官 但他对兵法也有研究啊 排兵不振 很有一套 应该是小时候看课外书打下的基础 但当于谦真正的了解了北京目前的情况时 他才意识到摆在眼前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呀 撇开那些逃跑投降派不说 军事上的压力就实在是吃不消啊 统不保释力几乎把明朝所有的老本啊都赔干净了 京城里连几匹像样的好马都找不着 士兵数量不到十万 还都是老弱残兵和退休人员 这倒也罢 关键是在于士气不振呢 一流部队被抽调出去作战 却落个全军覆没的下场 侥幸逃回来的人呢 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 自然会把敌人描述的极为厉害 城内的二流部队呢 听到的这些前辈的议论呢 自然是心里害怕呀 在他们的眼中 也先和他的蒙古骑兵简直就是外星怪物啊 一个人长了好几个脑袋 怎么也打不死 但最严重的问题在于 大明帝国如今的最高统治者 也就是代理皇帝朱启玉 自己也没有信心 朱启玉呢 也不算是个胆小的人 可是在如此强大的敌人面前 他也没了主意呀 虽然说目前呢 他同意抵抗 但如果再打个败仗 朱启玉也是很有可能改变主意的 所以目前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稳定军心 于谦在听完属下的汇报后 沉思不语呀 仔细研究过军事布防图后呢 他用低沉而有力的声音 下达了自己的第一道军令 即日起奉命征调如下部队 赴京守卫 一 两京地区和河南地区 轮班留守京师的军队 二 南京地区和山东地区 防备倭寇的军队 三 包括江北在内所有的运粮军 四 宁阳侯陈茂 所管辖的浙江地区的军队 过军接到命令后 立刻出发 并按时赶到京城布防 如有违抗军令 必斩 以上部队呢 共计十余万人 但这些部队并非主力啊 大多是预备役或者是后勤部队 因为主力部队全给埋在了古墓堡了 除了士兵外呢 要守住京城还需要一样更加重要的东西 粮食 京城人口众多 要解决这些人的吃饭问题啊 就必须囤积运输大量的粮食 虽然目前京城内的粮食啊还算充足 但是要是被长期的围困 那就不知道这些粮食够不够吃了 不过就在离京城不远的通州 储存着很多粮食 多到什么程度呢 诶 史书记载的是苍米数百万 这么多的粮食足够京城的人吃一年 是当时最大的粮仓 但大臣们似乎啊 并不想用这些粮食 甚至主张把通州的粮仓啊烧掉 这又是一件怪事了 这好好的粮食不用为何要烧掉呢 这大臣们并非是脑袋进了水 实在是因为这些粮食啊 看得见用不成 当时的通州呢 并不是北京城的一部分 事实上他和京城啊 还是有着相当一段距离的 通州粮仓里的粮食虽然很多呀 却很难运到京城 因为如果要安排民工运输呢 耗用大量的人力不说 还很危险呀 当时也先的骑兵部队 已经在京城关外附近呢 耀武扬威了 而运输呢却需要很长的时间 没准在运输的过程中 对方的骑兵啊就已经攻过来了 一旦野仙的军队突破紫金关通州 指日可下 而那些粮食啊 自然也就成了野仙的军粮 所以要运输粮食就必须派出军队护卫 可现在这个时局保卫京城的军力都不足啊 哪还有多余的人去护卫粮食呢 这似乎是一个难题呀 看来是除了一把火烧掉之外 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可是于谦接着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用了一个十分巧妙的方法 这就是他的第二道军令 所有受召军队进发时应由通州入京 士兵各自从通州取粮并运送至京城 问题就此解决 通州的粮食将由十余万士兵运送入京 由此可见呀 于谦是一个勇敢的人 但同时呢 他也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 他十分明智的把调兵和运输 这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解决 既不耽误行军 还能免去民工的费用 同时保证了运输部队的安全 一举三得呀 但于谦虽然机智善谋 野仙也不是吃素的呀 想要防御住野仙部队的攻击 守住京城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于谦是怎么利用十余万预备役 抵抗住野仙的大军呢 下一集咱们接着聊 上集咱们说到 就在明朝存亡之际 代理兵部的于谦 站了出来 主张呢 与瓦剌对战 并颁布了两条命令 召集防御京城的兵力 自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九日起 大明帝国境内 所有可调可用的兵力 纷纷被集结了起来 这些军队来自山东 河南 南京 浙江等不同省份 他们日夜兼程的行军 目标只有一个 尽快的赶到京城 这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啊 只要能够在野仙率领瓦剌军 打过来之前赶到京城 明朝呢就会多一分胜利的把握 在于谦的努力和调配下 到了九月初 各路人马纷纷赶到 京城的兵力达到了二十二万 且粮食充足 人心呢也逐渐的稳定了下来 军事上的准备 已经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而与此同时 一场政治风暴也即将到来 很多大臣都在想着 一定要把王振呢 千刀万刮 理由很简单啊 王振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 自从掌权以来 以诬陷整人为日常爱好 谁敢不服从他呀 就收拾谁 很多大臣因为一言不合 就被他打入大牢 而且还主动的索取贿赂 谁敢不给呢 就没有好下场 如此行径 简直视文武百官为无物 此外 王振还勾结锦衣卫 把这个特务机关 变成了他的整人机构 无数官员都吃过他的苦头 更重要的是 正是由于王振的无能和愚蠢才导致了土木堡的失败 朝廷精英和多年积累的就这么毁在了一个小人的手中 谁能咽得下这口气啊 当然了 在士大夫们的心中 还有一个痛恨王振的理由 不过这个理由啊 不太方便说出来 既然士大夫们不愿意说 我替他们说说吧 士大夫们呢 心中暗藏的理由啊 就是出身 士大夫们发愤读出 寒窗十年 淘汰了无数才子同仁 才换来了头上的乌纱和手中的拳印 而且考上了呢 也不代表他们前途似紧 运气好的可以混个汉林 运气不好的连玉石也干不了 只能派到下面啊 干个七八品的小官 熬个几十年的资历下来 最后混个从三品退休 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可王振这个死太监 论学问呢 只是个不成器的学官 论能力 从土木堡的事件就能看出来 论道德 当时的明朝也找不出比他更坏的人了 就这样一个无才无德的人 能够一下子赌掌大权 号令天下 这死太监 他凭什么呀 客观的看 士大夫们的愤怒呢 有道理的 他们日夜操劳 处理政务 且学识渊博 经验丰富 却要听从这个司礼坚太监的命令 看着他胡作非为 也确实是让人难以忍受啊 而这个愚蠢的司礼坚 不但祸害朝政 现在还害得国将不国 惊涛四起 几十万士兵和文武官员 因他而死 事情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秋后算账的时候 到了 在大臣们蠢蠢欲动 想要清算王阵的时候 于谦却顾不上这些 因为他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忙 正统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于谦正式接替旷野的位置 成为兵部尚书 正式执掌兵部权力 并不上书于谦 并没有升官的喜悦 因为一旦打来 这个官能当多久 还是个问题呀 目前最重要的是 要解决手边的众多问题 保卫京城和国家的安全 此时的于谦实际上已经成了朝政的实际控制者 不过日理万机的于谦大人尚未意识到 他正坐在火山的口上 还是一座火火山 同年八月二十三日 火山爆发了 这一天的清晨 大臣们如往常一样 准备上朝议事 朝会由代理皇帝朱启玉主持 他开始询问大臣们有何事上奏 话音未落 一人大步迈出高声的说道 臣有本奏 这个上奏的人名叫陈毅 陈毅苏州人督察院 幼督御史 围观清廉 极其痛恨王振 此次惨败使他痛心疾首 便下定决心要一举铲除王振一挡 于是陈毅历声的说道 王振祸国殃民 作恶多端 害得皇上身陷敌营 如此恶行 不灭族 不足以安人心 平民愤 陈毅的语气十分严厉 就连坐在上面的朱启玉 也被吓了一跳 可是陈毅却越说越气愤越激动 想起无辜受难的同僚和百姓 竟然在朝会上痛哭起来 所谓一时激起千层浪 陈毅的这一哭激起了大臣们的愤怒 他们开始了不顾礼 争先向朱启玉弹劾王振 一时之间朝堂上乱了起来 上奏声 骂人声 痛哭声 此起彼伏 纷乱程度 实在是可比农贸菜市场 朱启玉初登大位 还不是正式的皇帝 只不过是代行执权而已 被这个阵势啊 是吓得不清啊 下面的大臣们 像连猪炮般的说着话 旁边还夹杂着哭骂声 压根就听不清啊 他们说什么 可怜的朱启玉根本就反应不过来啊 突然朝堂上的喧嚣平静了下来 下面的大臣们都有一种极为可怕的眼神 看着朱启玉 原来唐河的人已经说完了 就等着朱启玉的裁决 反正基本上意见就一条 朱杀王振同党 消灭王振全族 可这是大事啊 朱启玉寻思自己啊 就是一个代理皇帝 怎么能够做得了主呢 他胆战心惊的再三考虑 还是不敢啊 做出决断 只得呢 下了一道含糊的御令 说道啊 百官暂且出宫待命 此事以后再议 这道御令在大臣们的心中 炸开了锅呀 再议 何时再议 再议又能如何 朱启玉 你糊弄谁呢 这些久经荒海的大臣们 绝不会被这句话打发走啊 他们知道 如果错过了今天这个机会 此事就会石沉大海 王振虽然死了 但他的同党还会继续操纵朝政 今天发言的人 必定会遭殃 国家也就完了 不管是为了国家 还是为了自己的大臣们 只能拼了 他们就算死 也要死在今天 死在这里 朱启玉的御令 已经传达了多次 可大臣们啊 就是不走 大臣们似乎达成了默契 没有一个人动 只是不停的痛骂 痛哭 死死的盯着 坐在上面的朱启玉 朱启玉吓得脸都发白了 旁边传达令的太监金英 也不停的擦汗 这种阵势 他也从来没见过呀 实在是太可怕了 朱启玉开始认识到 今天不说出个一二三 他是回不去了 当权者的沉默 彻底激怒了大臣们 王振的倒行逆施 仗势欺人 又出现在了大臣们的脑海里 在土木堡之战中 这些大臣也多有亲属同僚毕命 辛仇旧恨 如此罪大恶极之人 竟然得不到处罚 天理何在呀 正当大臣们的情绪 即将达到顶点的时候 一个不识相的家伙出现了 锦衣卫指挥使马顺 一直都是王振的死党 帮着王振干了不少坏事 是讲学士琉球 就是被马顺派人杀害的 此事尽人皆知 只是由于其势力太大 一直没人动他 此时马顺出马了 他仗着有皇帝的御令 竟然呵斥群臣 让他们立刻出去 马顺的行为 完全用两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啊 找死 就这样 由陈毅点火 朱启玉加炸药 马顺最终引爆 三方通力合作 团结一致 即将演出明朝朝廷中 最为精彩火爆的一幕 大臣们本已愤怒到了极点 呼骂声越来越大 王振的同党马顺 偏偏这个时候跳出来 大耍威风 按理说呀 大臣们应该更加的愤怒才是 可是此时他们却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之中 这种沉默 代表大臣们的愤怒 到达了顶点 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马顺还在洋洋得意地 呵斥着群臣 往日他也是这样做的 在他看来 今天呀 并没有什么不同 突然有一个人跑出大臣的行列 朝着马顺呢 猛冲过来 还没等马顺 缓过神来 他的头发呢 就已经被狠狠地抓住了 脸上重重地挨了好几下 就此 明朝历史上最大的朝廷闹剧正式开始 那么这位第一个动手的大臣是谁呢 这些大臣居然敢当着皇帝的面 殴打其他官员 他们会不会被治罪呢 下一集咱们接着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